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28日 祖祭连胜在即 周三凌晨 一甲继续进行角逐 届时祖云达斯将会主迎托连奴 祖祭近期状态趋于稳定 加上他们上一次不敌托连奴 已是2015年4月的事 近况以及对赛网季军处于上风的祖祭 是一剑指三分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祖祭此前经历了扣分风波 金戈赛季起伏较大 但他们最近并没有因为联赛争冠无望 而选择放弃本赛季 相反的 祖祭上下越战越勇 欧洲联赛方面如愿杀入到16强 将交手费雷宝 过去6场 葛向赛事交出了5胜1合的战绩 其中多达5场能够保持后防不失 军场入球还达到1.83个 可谓是攻防俱佳 同时在这6场比赛中 祖祭展现出了极快的入局状态 除了每场能够率先 在上半场实现破门之外 球队在半场结束之时 还最少取得一球领先 安祖迪玛利亚和杜新华和玉 是祖祭近期不得不提的两名球员 皆因在过去的11个入球当中 这两人合共斩获了其中的7球 毫无疑问是祖祭近期迎波的关键人物 对主队而言有利的是 祖祭经济主场表现要好过做客 投12轮联赛主场拿下了其中的8场 胜率接近7成之余 只吞下一场败仗 另外祖祭主场攻防表现 军场得失球比位2.08比0.67 都属于一甲前列 千禧年至今 祖祭甚至从未在各项正式赛事主场输给过拖联奴 有限及此 祖祭是一当然值得看好 阵容方面 中场文努尔卢卡迪利被罚停赛 中场罚比奥米列迪和前锋卡奥佐治等人因伤缺席 虽然拖联奴排名方面和祖祭较未接近 但球队赛季整体表现却远不如祖祭 要知道的是 拖联奴联赛至今仅仅取得过一次连胜 还是最低消费的两连胜 同时最近九轮连赛二胜五和二负的表现一难以和祖祭相媲美 亦证明了球队近期较未欠缺争胜能力 撤走拖联奴更进一步的原因是攻防两端的不平衡 虽然1.09的军场失球数在一甲范围内属于中尚有水准 但无奈球队进攻效率偏低 只有1 04个军场入球 阵中只有三人联赛入球数能够高过两球 阿利斯米兰卓克 尼古拉华拉西和安东尼奥沙拿比亚 其中安东尼奥沙拿比亚是最top的攻击手 但一不过是由五球进账 至于尼古拉华拉西的商榷会一定程度上 影响住拖联奴进攻端的排兵布阵 考虑到拖联奴最近三场各项做客赛事一和二副 目前更处于两连败之中 其中后防军场失球接近两球的同时 均未能在上半场取得入球 如此一来 他们此行未必能够抵挡地铸上半场阻击方面的攻势 更为糟糕的是 拖联奴最近17次交手阻击录的4和13副的劣迹 当中多达8场未能录的入球 拖联奴此行必定遭重 阵容方面 后卫奥拉艾拿遭遇停赛 还有后卫大卫施马和中场华轮天奴拉沙路等人殷商免疫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录見市场下期的支持明镜 我们下期见 您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